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小伙伴们 对于Ravine的房子都有一定的向往 因为住过这种环境优美 旁边背对树林 或者是侧边靠着树林的房子 大家真的回不去 再住这种小区房面对的邻居 毫无私隐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我一个全新上市的listing 万景的47号River Valley Crescent 17号River Valley 是鉴于2006年 由Asperm Ridge良心开发商建造的 这个房子地上面积总共是3000尺左右 再加上完整的地下室 整个你生活的空间是超过4000尺 而且前后院都做了非常漂亮的landscaping 首先我们看到外立面 一个非常大气的45尺的户型 这边两个升级过的车库门 再加上一个升级的fiberglass大门 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我们现在叫价是210万的一个抢购价 那么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之前的视频给大家拍了那么多Asperm Ridge的房子 想不到今天代理的物业又是Asperm Ridge 我非常欣赏他们在室内的设计这一方面 对空间的利用是非常的合理 那么首先这个45尺的户型一进来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宽阔的门厅 显得会比较大气 然后升级过的这个大门以后 旁边还有了signlight 它上面有transom 还有一定透光的功能 而且一楼的层高是有9尺的 进来以后这边把大衣挂在这个closet里面 然后进来就是有一个楼梯 那么这个旋转的楼梯既避免了对打门 而且看上去有非常的美观 整个房子地上面积3000尺 它的功能分区却是十分的明确 在一楼的进门口的左边 就是放置了一个open concept的客厅和它的餐厅 餐厅的面积大家可以看到也非常的大 而且这边过来有一个客厅的大窗户 确实是非常的亮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方向是朝南 所以每天的光线都可以满满的照射 在这个客厅里面非常的温暖 而且上面有一个voltage ceiling 看上去会是更加的大气的 来到房子的后半部分 依然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有家庭厅早餐厅和它的厨房 那么家庭厅的位置 后面还有一个office的 我们先看家庭厅 家庭厅这边上面也是同样做了射灯 molding 像这边的定制的电视机柜 全部都已经靠墙了 而且上面还有frogging shelf 整个一楼的窗户 它都是做了California shutter的使用起来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样一闭合起来 就会有很好的私密性 如果大家觉得不亮 那么把它打开 也是非常的亮的 两个大窗户中间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天然气的壁炉 然后这边上面都是做了这种precast的mento 全屋的实木地板 我们再来看它的早餐厅 这个早餐厅的面积呢 真的在独立屋里面确实是算挺大的了 而且呢 后面是有一个推拉门 通向你的后院 这边推拉门旁边呢 还有三扇的窗户 因为旁边这边是没有邻居 直接对着森林的 所以它的这边的光线呢 会是非常的好 定制的意大利橱柜 全部都是白色的钢琴漆 搭配灰色的裤子的石头台面 非常的简洁漂亮 这么大的一个中导 中间还放置了非常多的收纳空间 每个抽屉都有Soft Closer 而且它的配件都是这种高强度 相对来说更加的耐用 中导上面呢 有三载非常漂亮的吊灯 而且全家呢 它都是这种高档的电器 像这边呢 是一个built-in的thermodel的双开门的冰箱 它的右边呢 是一个冷藏柜 左边是冷冻柜的 为了美观呢 他们也在下面做了这种柜底的灯 而且有一些玻璃的这种柜门 拉起来呢 里面有LED灯条 开上去美观大方 而且是实用的 这边有一个双洗手盆 然后而且对着外面的景色呢 是非常的漂亮 每天呢 都是看着绿色的美景 中间一个超大吸力的thermodel的抽油烟机 下面是有两个这种电的induction的炉头 再加另外一个gas炉头的 然后下面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pain drawer 给你放置过碗调盆的 米勒的蒸香 大家平时喜欢吃蒸菜啊 健康饮食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必不可少 特别是爱吃海鲜的朋友 蒸鸡蛋啊 蒸鱼啊 特别的方便 而且它每个柜子的收纳的空间 利用都非常的合理 像这种柜门呢 向上抬起啊 里面可以放咖啡机啊 或者搅拌机的 然后下面的这些柜子呢 同样也是制作了非常多的隔断收纳 这种小的draer啊 可以放置不同的物品 在它的转角柜子里面呢 也做了这种架子 只要打开柜门呢 就可以方便你抽取里面的物品 旁边呢 还有一个专门放置垃圾的柜子 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收纳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垃圾分类 在家庭厅隔壁呢 这边是它的一个powder room 然后过来呢 是它的office 整个office呢 也是有一个这样三个窗户 光线呢 是非常好 直接对着后院的 在这边这道门 进来呢 是通向车库的 这边有水池啊 以及放置衣服的柜子 在二楼上来以后 它的布局依然是十分合理的 四个房间位于房子的四个角落 互不影响 而且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先看主卧 主卧又放置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两个床头柜 而且这边还做了一些柜子 以及它的书桌的 整个房间呢 是两边都是有窗户 而且这边呢 正对的也是对着ravine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整个洗手间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节在里面 首先呢 它的地面呢 是配有地热的 而且一个非常漂亮的淋浴间 这边有玻璃的隔断 里面呢 还有这种body jack 大家可以按摩放松 这边同样呢 也是有个浴缸 带有按摩功能的 它的主卧的衣帽间呢 是做好了organizer 而且上面呢 是一个感应灯 大家走进来以后呢 灯会自动开启的 同样它的次卧的户型呢 也是方方正正的 有一个大窗户对着后院 那个角落呢 是放置了这个closset 好 那么从这个共用的洗手间过来呢 有自己的淋浴啊 有自己的单洗手盆的 这边有道门呢 是通向它的第二个次卧 如果大家在那外边的门一关上呢 这边就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套房 这个房间呢 它的窗户呢 是一个潮南的 所以我们现在上午光线呢 是非常的棒 第四个房间呢 是它最大的一个次卧 它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以及一个walking closet 而且这边有一个潮南的大窗户 不仅仅旁边呢 可以放置啊 这个queen size的床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学习的空间 这边是像地下室楼梯 在下去之前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呢 啊 可以给你扔垃圾 这边开了一个小小的柜门啊 外面呢 直接的垃圾或厨余垃圾 都可以通过这个口呢 把它扔到外面去 这个业主真的非常爱护自己家里面 非常多的设计的细节 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扔垃圾的口呢 而且它楼下在这个扶手旁边呢 也是做了LE灯条的 所以你每天下楼的时候呢 都可以非常的亮 而且下了basement以后呢 我整个是已经完成了的地下室的 像这个空间呢 它自己做了一个web bar啊 有自己的水池啊 然后放红酒啊 威士忌的柜子啊 这边还有一个wine cooler的 整个空间呢 跟朋友在下面 整个下面的空间呢 跟朋友聚会呢 真的是十分方便 不会打扰家人的休息 这边下面呢 是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的空间 利用了楼下楼梯下面的位置 再过来以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喝茶的小桌子 如果喜欢喝茶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在这里和朋友喝上一杯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影音室 小小的空间 给自己每天工作之余 放松一下 听上自己喜欢的音乐 而且在这个影音室呢 它是通过这种pocket door呢 可以把它关起来啊 形成自己一个私人的空间 另外通过这个barn door以后呢 这边过来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储藏室的 之前这他们还有一个乒乓球桌 这边呢 是他的另外一个地下室 全套的一个洗手间 在地下室另外一边呢 还有一个房间啊 大家可以作为卧室啊 或者是健身房呢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它的后院 房子前面是60多尺深呢 后面轴足是有77尺的 所以整个占地面积 在前面跟大家说了 是有6600尺的 非常漂亮的后院 包括这两边的树呢 都是业主自己种下的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privacy 四周的fans呢 全部都做好了 而且有garden share 如果晚上我们来看呢 会看到非常多的户外灯 家里面也做了一个凉亭啊 和一个木头的台子 每一年他们都有精心的维护刷户外漆啊 后面呢 同样是种了几棵啊 这种苹果树啊 但只开花布结果啊 非常的漂亮 而且后面有一棵三种颜色的树 这种叫tri-color的 在这个这么大的后院里面 在夏天呢 可以轻松容纳十几二十人的party 在这里跟朋友和家人享受最快乐的时光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listing 47号river valley crescent呢 是位于major mckenzie和woodbine的交界处 那这个社区呢 人口密度比较低 大家十分喜欢啊 啊华人比较多啊 粤语人口呢 有百分之三十多 国语人口有百分之十几的 交通十分的便利 从这里开车呢 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上到高速404 如果大家购物呢 可以往北走到 elgan mills404交接处的costco啊 或者向南走到16街woodbine 有华人超市大统华的生活呢 真的是再便利不过了 那么这个社区呢 叫做victoria manas jennings gate 非常小的一个社区 然后他的人口呢 基本上只有1000多人 家庭年收入在17万7左右的 整个社区里面呢 出租的屋也非常少 只占3%到10% 大部分都是业主自住 所以大家对房子呢 可以看得出都是非常的爱惜 旁边的学校也十分不错 小学呢 大概全安省排名是200名的 高中呢 是richmond green高中 如果您孩子是读法语的话 那么法语的高对口高中呢 就是特鲁多中学 天主要高中也十分不错 全省排名12的 Saint Augustine 好的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集视频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